家玛丽亚在瓜拉吉奴政府幼儿园 任交已有25年 首次面对水患 学校一片狼藉 大型垃圾如何处理 一点头绪也没有 得知慈济发起以公待证 不曾接触佛教团体的她 抱着很大的误解前来求助 在慈济之工的安排下 参与以公待证的华裔中学生 虽然家里同样受灾 却也前来帮忙 一起为这所马来村庄的幼儿园 进行清理工作 我家很多东西也是弄烂了也是很多 又传授的心灵财富 戴新闻夏威颖 马来西亚报导 中文字幕by索兰之工 我们的喜欢他 这也有发言 是最后一顿的于车瓶 我们的总是